前几日,烟海地区正式入眉,等待我们的是一整个月的门热雨潮湿。 对于雨水,喜爱的人有多爱,讨厌的人就有多讨厌。 雨天不仅意味着是一浪漫,正意味着初心不变,伤感往事频频浮现于脑海中。 而美国一个小伙子,为了能让每个人都享受雨天的乐趣,闹洞打开在街道上为人们准备了一份小小的惊喜。 只要一下雨,他们就能让你露出微笑。 美国西雅图,是个一年四季被雨水洗刷的城市,长时间的阴霾和雨季,让很多生活在那里的居民都情绪监烟。 然而,这难不倒西雅图南韩,他和朋友们找到了一种创业十足的方法,让公众即使在下雨的时候也能镇坐起来。 Rainwalk首先,他们会将电脑上设计的图案,打印在硬质板上挖出形状。 在地面出好后,他们会用几乎透明的超级输水材料,隔着硬质板喷上去。 由于喷上出水材料的地面不会被雨淋湿,所以一到下雨天,这些作品就模仿般的显现了出来。 有时是一段简单的文字,有时是一个六连经验的画面,但无论哪个,浮现出来的都是积极的消息。 Herry Green Church希望可以通过这些作品为你加油打气,带你走出低落。 也许一个不经意的一天,就能直击吸灵,叫人会心一笑。 毕竟,天气的阴晴我们无法决定,可心情的好坏却是自己说的酸,心情不好吗? 不如和小伙伴一起来跳个帮子吧,想起小时候无忧无虑,天真无险的样子了吗? 希望长大后的你,也能快乐每一天,不要停止追梦的脚步,也许再迈进一步,你就能发现更辽阔的天空, 心存美好,就会发现生活也在对你微笑,地球轻,天下瓶,没有雨水的灌溉,万木也将失去灵魂。 如果生活是一场大雨,我是破了洞的雨伞,那你就是不定,有你在的地方,我的世界,一片晴空。 也许你已经过了任性的年纪,但别忘了仍要保持一颗铜心,简单而干净,纯粹而自然。 雨下都在大,也要学会节约水资源,拥有时不知珍惜,失去十方绝可惜,从家的相反方向越走越远,直至家变得越来越模糊, 渐渐从我的视线消失,但我知道它从未离开过。 欢迎回家,两个人在一起不是1在1等于2,而是0.5加0.5等于1,每件Rainbox的天气干燥时完全隐形, 只有浴水才会活起来,持续时间从大约一次个月到一年不等, 它们的寿命取决于,它所要承受的步行者交通量,摩擦意味着它消退会更快。 在最初几个星期里,绿天作品最清晰,然后会慢慢变模糊。 值得一集的是,Peregrine Church使用的Neverwet超级输水喷雾剂,完全无毒,对环境安全,并且可以进行生物降解。 大家自行搜索。 最开始,这项技术只是被应用在服装、鞋旅中,来达到防水防屋的效果。 后来逐渐得到了街头艺术爱好者的青睐。 如果你有机会去西雅图,可以试着在雨天找一找这些可爱的杰作。 有了这些随机的彩蛋,下雨似乎也没有那么让人讨厌了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放文TGnews.xy里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